哈囉,大家好,我是Lisa 我們今天要來做鮪魚玉米麵包 準備的材料爐上,材料的細節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湯種的做法請參考右上角連結的影片這邊就不贅述了 我們直接來做麵團 將高筋麵粉、糖、酵母、牛奶、雞蛋、鹽及湯種放入盆中攪拌成團 攪拌成團後放入室溫融化後的無鹽奶油 攪拌麵團 打至麵團有粗薄膜即可,不用手套膜 將麵團放到墊子上整形後發酵40分鐘 揉麵排氣再分成每個51顆的小麵團 40分鐘後揉麵排氣再分成每個51顆的小麵團 搭上去出麵團 搭離小麵團 麵團 不用再次配合 排氣 4個 iser 小麵糰做造型並且壓緊 不然烤的時候會撐開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造型的方式這邊再看一次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這時候就可以來做內餡了 我只能買到日本的QB美乃滋 它是酸的 所以我加糖把它變成類似桂冠美乃滋的味道 把玉米、鮪魚及美乃滋混合均勻 把玉米、鮪魚及美乃滋混合均勻 然後就可以去皮膚 再做一個玉米、鮪魚 然後就要 把玉米撒了 然後就可以去皮膚 裡面也放上去皮膚 然後就要 把玉米撒上去皮膚 還有一些胡椒 我的烤盤比較小為了控制發酵 其他還沒造型的麵團我會先冰冷藏 這是二發後的麵團 將餡料放到麵團上 並且撒上一些巴西粒 也可以放上乳酪條或起司 放入以預熱烤箱190度C烤15-20分鐘 要看上色的情況 這樣子鮪魚玉米麵包就完成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下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